嗨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久違的空瓶剂 那我这一次的空瓶展额还蛮多的 我是用的就是上一次有一个淘宝的购物分享 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是用这个框来装住我所有的空瓶的 我觉得这个框真的是超级大 然后超能装的 大家看它真的很大 然后能装很多东西 而且它的价格也非常便宜 大家可以去翻看我那一支视频里面 底下有那个就是它的店铺的链接 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 那这一次的空瓶呢就是非常多 那我就赶紧不废话了 就拿到什么说什么吧 首先是这个 这个是自然之宝的一个胶原蛋白水果糖 它是那种软糖非常Q弹的那种 有点像QQ糖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是草莓味的 我这一罐就是还蛮大一罐的吧 有230颗 它真的非常好吃 大家看它这里有这个头发 皮肤和这个指甲 就是促进它们的生长和一些代谢功能的提高啊 总之就是一些帮助你体内的一些胶原蛋白的生成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个吃下来就是首先它非常好吃 草莓味我很喜欢 然后软糖非常Q弹 一点也不会觉得腻 一天吃个两颗这样 但我常常都会忍不住要吃多几颗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它就是没有其他一些不好的一些成分 就是有维他命C和维他命E这样子的 可能是因为我的肤质和肤矿都还不错 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对于皮肤这方面我觉得还OK 就是没有说到可以让我的皮肤的胶原蛋白多么的怎么怎么样啊 但是我觉得我的指甲和我的头发都长快了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感受的 那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对我们体内这些胶原蛋白是有效果的 所以呢我之后还会回购的 我觉得它很好吃使用感也还不错 好接下来是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化妆水 它是我不会念这个品牌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对那这个化妆水呢 是哦我真的用了蛮久了 因为当时是买一送一真的很划算 哪怕大家现在去买的话也是非常便宜 我是在香港的莎莎买的 它这个是它有几个功效的 这个是维他命C的 所以它应该是美白的 但是我不会把一些这种美容 就是护肤的功效完全寄予在这个化妆水上面 它只是起到一个基础的保湿的作用 我觉得它的保湿度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敷完之后不管你湿敷还是擦脸都不会觉得它很快就干掉 我觉得还不错用 就是学生党的朋友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牌子的化妆水 这个是这个艾莫莉的一个护发膜 这个发膜我不会再回购了 因为这个是我用完第二罐 当时是美美香官网就是买两个 它的价格比较便宜这样 那我用完这第二罐 我觉得就是它没有那个phenol的发膜好用 所以这个不会再回购 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一般吧 好然后是一个面膜 这个面膜是森田药妆的玻尿酸酱母青春露 一个保湿的面膜 也是纯保湿的 我附下的感受还是蛮不错 它那个面膜的纸张也不会很厚 然后里面的精华是非常之多 我上一次的那个2000人订阅的一个抽奖的活动已经开奖了 有一个关注我的粉丝呢 有就是抽到这个面膜 就是一盒这样的面膜 好接下来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发膜 这个是资深堂的Final的发膜 就是我刚刚说了 我觉得这个发膜真的是便宜 然后容量又大又非常的好用 就是有一个明显的使用感吧 虽然它这个使用感就是说 你洗完头之后你敷着它 敷完之后就会觉得很顺滑 虽然它不会帮你坚持个能够坚持两三天这样 但是就是你用完它之后 那一天你的头发都是非常顺滑的 所以这款呢我是会继续回购的 好接下来就是一个面霜 这个面霜是什么牌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好像叫什么 明智还是什么一个大马士革的一个玫瑰的面霜 我已经用完了大家看 就真的很空了 只剩那么一点点大家能看到吗 那个就是褶梨质地的 这个我非常的喜欢 油皮一年四季我觉得用都OK 那干皮的话秋冬用会不是很保湿 那春夏这种换交换季节的时候用的话还是蛮不错的 那这个呢也是非常的便宜 非常的平价 我自己用它的感受是很棒的 好接下来是一个这个大创的一个颈霜 这个颈霜也是褶梨质地的 我非常喜欢就是一直都有在囤货中 它真的好便宜它 就是二十来块钱这样吧 很便宜真的 我觉得女生的脖子的护理一定要非常的重视 特别是到二十二岁以后吧 那脖子也需要它专门的有一个护理的产品 那我用了这一款呢 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的日常 然后又保湿 我感觉不到它有太大的什么去皱这种功效 但是我用了它我的脖纹也没有再深过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便宜又好用吧 还是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还蛮不错 就日常用的是不错的 如果是你真的想要那种脖子美白呀抗皱 非常的功能性的这种护理脖子的产品的话 就还要去投资一些可能专柜的品牌了 然后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是它是一个眼霜来的 应该是第四代 但是我也是把它主要是用在我的脖子这一块 因为它呢比它要滋润一些 所以它就是春夏天用 它就秋冬天我就是17年16年底17年初这样我在用它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觉得它用在眼下 我好像有几天是有长脂肪力的 所以我不太敢把它用在眼下了 我就用在脖子这一块都还是蛮不错的吧 就是它的质地是处于面霜和褶离质地之间的那种感觉 嗯也还蛮清爽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在眼下会好像有点长脂肪力 奇怪 好然后是一个这个 大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吧 它是一个就是卸指甲油的一款就是卸甲产品 拧开之后它里面是一种黑黑的一个海绵体 然后里面应该是装满了这种卸甲液这样子的 呃就是你平时想要卸指甲的时候 你就把手指插进去 插进去转个几圈 然后你拿出来 就是卸得非常非常干净 我觉得它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 而且也是非常的快的 就是你插进去转几下 拿出来就非常干净了 但是唯一要吐槽它的点就是 它这个气味真的是太浓了 太重太大了 就是我一卸甲 就是真的恨不得戴口罩 然后我家那位就是 从里面书房里面都能够闻到这种味道 我在外面写它在书房里都能闻到 大家可见它的味道有多浓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暂时不过回购了 虽然它效果不错 但是这个气味还是我不OK 好然后就是一个这个高露节的这个牙膏 美白牙膏 熟悉小琪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小琪就是一直都是在用高露节的美白牙膏 不管是它的三度美白也好 五度美白也好 各种款也好 反正就是每个系列的美白牙膏我都很喜欢用 我觉得效果也还蛮不错的 特别是大家可以认准就是这个 这个我不记得是几度的了 还有一个是Sparkling White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非常好用的 就是你只要坚持刷 刷久一点 嗯 美白的效果还是可见的 好 然后就是 这个 哎呀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这个哎 嗯 我觉得有点小害羞 但是还是觉得 我觉得很好用 所以我还是跟大家分享吧 就是这个 嗯 护书宝 它是港版的 我是在香港确认试买的 卫生巾 姨妈巾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我一直都是在用这个品牌的 包括其他夜用啊 还有铺垫啊 包括这个日用 我真的觉得很好用哎 嗯 怎么说 它好用在哪 一个是我觉得它 就是它那个厚度不会到特别的厚 就是不会很闷的那种感觉 嗯 那种感觉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很不好受吧 然后再来呢 就是 它 有一种很清淡的香味 不会像有一些姨妈筋的 味道会特别的浓 就是好像 你走去哪 人家都能闻到你身上有股 那个很奇怪的香味 这种感觉 那它呢 是很清淡的香味 就是 我不知道形容那种感觉 就是你用它 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 特别有安全感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嗯 推荐给大家吧 就是这个 这个港版的这个 这个港版的这个Whisper品牌 这个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品牌吧应该是 叫Pewer的一个身体的磨砂膏磨砂霜 它里面有乳油木果的成分 然后它里面的磨砂呢是天然的核桃粒 呃 我用它 纯粹是就是当时觉得便宜 然后觉得这么大一罐 大家看它有200毫升 就是挺搭惯的吧 那当时是三十几块钱 人民币 一开始我用了一两次 我觉得嗯 感觉就是普普咯 然后用到后面我发现 原来用它是需要用很多的 就是整个这一罐我用了大概有十次吧 就用完了 原来它用很多在身体上才会有那种感受 当然如果是要什么去鸡皮啊这种啊 可能就不会太有效了 因为它毕竟这么便宜 那我之后我想换换别的一些身体的去角质霜 试试看 这个也就不会再回购了 然后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是Steven Break 这个品牌的一个鲜体乳 对这个鲜体乳呢 我之前有跟大家有分享过了 说它的确是对我是有效果的 的确是没有错 我之后估计还是会回购的等秋冬天吧 为什么呢 因为它用在身体上是会发热的 那我觉得夏天到了用这个就会很热嘛 那秋冬天凉的时候 我再用它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它就是我是用来就是瘦腿的 因为我腿上肉肉还是蛮松的 就是肉肉还是多 所以我用了它之后呢 我会觉得就是 真的我觉得我的腿有细一点 就细个两毫米三毫米这样 嗯还蛮不错的 这身体双双也推荐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那个香港我的公众美妆店淘宝 这个也是他们寄给我的一个试用品 那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就分享给大家了 这个是Kiss Me的眼线叶笔 这是它的老板 我用着还蛮好用的 就是一直都在用 很好用的一个眼线叶笔 新手用也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再就是这个BBIA的眼线叶笔 我买的是这个深棕色 我觉得它就是画在眼睛上非常地顺滑 新手也非常地合适 但是呢它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的墨太少了 就是不经用 我基本上用了差不多个半月吧 就没了 那像刚刚那Kiss Me 我真的是用了两个多月都还用 所以这个就是 但是它也便宜啦 所以我不会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是大创的一个眉笔 我没用是为什么呢 它这个 大家看 它这个眉笔 它是基本上都是新的 它是能戳回去的 你看 就这样掉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哎呀 这么便宜 还是有它的道理的 所以这个 就没有用了 接下来是这个 这个是 泰国的一个彩妆品牌 叫 Miss Timmy 应该是这样念吗 它是一个 一个三色的彩妆盘 大家看 有另外两个 一个是高光 一个是腮红 然后这个是修容 我觉得它这一盘的高光和腮红 非常非常地好用 但是这个修容呢 它太黄了 我觉得不适合我 所以就不想要了 那 腮红或高光我都抠出来了 所以这个盘呢 就 没用了 这个是一个粉铺 它是双面的 一个是绒面 然后一个是海绵面 就是干吃两用的 这个是 ZA的那个 装自然粉饼里面 这个粉铺 因为用太久了 然后我又懒得洗 所以就扔掉 好 然后就是这个 两双袜子 哇 这两双袜子 我真的是要跟大家推荐 好好推荐 好好分享 为什么呢 这是我 一说这袜子就有点激动 是我在淘宝上 就是自己 纯粹是自己发现的一间 这个卖这种 袜子的这种店铺 到目前为止 我买过至少有二三十双吧 没有一双是有问题 没有一双是不满意的 就每一双都非常的满意 而且我个子高 我身高有178 那我能穿的丝袜 弹性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不容易破 然后又要够长 那他家的袜子呢 有几款是非常适合我的 有薄的也有厚的 他们家的袜子我不知道 是不是外貌啊 还是专门有一个什么品牌 但我觉得 因为有时候我买的是同一款 但是他会发来 这个外包装是不一样的 呃 但是我不管这一些 我只觉得那个袜子 是非常非常好穿的 所以呢 我就是一直 我所有的丝袜 我都是在回购他们家 质量非常的好 然后性价比高 呃 我穿的也是蛮精穿的 女孩的丝袜就是 真的是 应该是 常年囤货的吧 因为丝袜那种 薄的丝袜很容易破 那一破你就用不到啦 你就会扔啦 不管其他地方再好 破一个洞都不行嘛 这个袜子呢 我会把他们家的店铺的名称和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的资讯栏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是小奇自己在带里的一个养生产品 叫一啾啾养生贴 爱啾的 那我这次又用料非常多 我都放到这个里面 大家看 我用料非常多 它是那种贴的 就是你哪里不舒服啊 或哪里冷啊 哪里痛啊 酸痛啊 什么的都可以用来 就是贴在身上的这种 那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效果好 所以我才会带里面 那其实之前也有跟大家 就是陆陆续续有分享 关于她的一些心得 很多小伙伴就会跟我说 小奇你怎么每次都把一插 插在某一个视频里面分享 你怎么不单独分享一段 嗯 其实我有想过 但是我怕 我打这个广告太明目张胆了 大家不喜欢 或者是 我就是 心里面比较担心这一点 所以呢 每次都是穿插在我的一些视频里面 对 嗯 那我觉得他们有说的也有道理 就是 单独出一个视频 让大家来了解到底 这个一啾啾养生贴 它好在哪 嗯 我为什么要带里 也是可以的 所以之后呢 我就再准备准备 出一支这个 专门关于一啾啾艾啾养生贴的 这个视频 来分享给大家 嗯 对 那这个呢 就是真的是非常好用 特别是 公寒 痛经 嗯 月经不条 还有一些 肩酸啊 腰酸啊 就是 颈椎病啊 这种肩颈问题 就是这类亚健康问题的人群 非常合适 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来加小琪的微信 嗯 我们可以在微信里面私聊 对 这样 嗯 这个是 我在淘宝上下单的这个 来一份这个品牌的 嗯 来一份一直都是我的一个 小情节 情义节 嗯 因为我之前是在上海店大学 那我在上海我所有的临时 全部都来源于来一份 它是一个上海的一个零食库的连锁品牌 嗯 我相信在上海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嗯 就是酸甜 刚好适度 然后又没有喝 现在说的都 都流口水了 真的是望眉直渴 所以这个 我真的很喜欢吃的 就是还会再买的 好 然后就是这个 哦 好多包哦 真的好多包 这个是什么呢 我就拿一包跟大家说吧 这个是 给大家看 也是来一份的小核桃仁 不过它是已经剥开的 就是只是果仁 所以这个呢 它的价格有一点点贵 嗯 像这种坚果它价格都不会很便宜嘛 特别是像这种小核桃 嗯 但是它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吃啊 就好吃到 就停不下来 就一直要吃它 所以真的啊 有时候觉得还蛮不惊吃的 这个真的就是非常推荐 大家一定要去买 这个来一份的小核桃仁 记得一定是要剥开的 就只有小核桃仁 不是那种带壳的 呃 大家可以去淘宝上做做看 很好吃 我已经又下单了 就等着它寄过来了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支视频 呃 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然后在微博里面给我留言 都是可以的 那我看到了呢 都会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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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